各位好 我是胡婉玲 欢迎收看新闻观测站 那么就在这个公投法修正案通过之后呢 最近有一个提案呢 已经通过了初步的提案连数 非常有可能是成为我们公投法修正案的第一个 要参与公投的提案 那就是说希望我们在2020东京奥运的时候 台湾能够以台湾的名称来参与这个奥运 可不可行 进展又如何 其实国内有一票人正在聚气 那么真的凝结希望这个事情能够顺利推动 进展又如何呢 来 为观众朋友介绍今天出席我们现场贵宾 那么顺着我左手边来介绍 首先介绍是前台南市长 也就是台湾正名行动联盟共同发起人 张灿红市长 欢迎您 各位观众好 大家欢迎 谢谢 那么继续介绍呢 也跟这个活动有相当的关系 也是关键人之一 是前提委会主委 现在是彰化师大教授杨宗和主委 欢迎您 朱祁琳 胡博士好 各位观众好 好 继续介绍是社运人士姚希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讲到这个公投正名 正台湾的名 想要用台湾的名称参加东京奥运 东京奥运是2020也就是在今年2018之后 两年半之后要能成 那么现在希望能够搭配的公投 无论先要签到其中 你是发起人 这个案子进展现在到什么样的状况了 我跟这个民宿的参办人 创同一个是劳动家 在美国最会推动台湾独立文童 我们感觉有进步了 但已经到了一个阶段 大家都知道台湾数字上 已经主管独立的国家 现在国家要怎么政策 就是证明 政府做一部 符合台湾现状的宣传 和加力国际 他就是加力两国 这阶段 专业我们游台的日本人 在推动这个奥运区运动 要证明 我早就在这里了解奥运区的 中华台北的 前世今生的历史 我发觉说 1956年 我们在厄州的 Merrymand那时候就用佛摩莎 1956年 在罗马 我们也用台湾 1964年 在东京也用台湾 1968年 在美式国市里也用台湾 但是这个中华台湾 那时候就是中华盛在做总统 他就是反共抗护 那当时是在说有概念 那时候台湾的政府 中华民国也就是联络 联络国 安全理事 政府理事 在这个中华已经改造这个名 你知道 已经改造这个名 台湾发想就说 那时候实际上就发生了很多 很多政治案件 那就是1961年 所同华的台湾 那他就说台湾 台湾是台湾 中国是中国 这样就来关了 那已经62年 也有市民地 丹三分 还有一个卓台湾 也有一个台湾 来关 1964年 台湾面跟贾村面 跟卫庭条 也是这个 说台湾人民主救选严 也这样来关了 所以如果这样照顾来 中华盛业文童也是判论多 要去那关 所以乡董票 我觉得 我去年上这个事情 年上这个事情 所以我想说 不得把台湾的借名 为这个文童来切入 就开始 当然当初 实际上 日本那些 友台的人士 在发动 2002年 冬天奥运的 台湾借入 我感觉很感兴 台湾有一些团队 都给他支持 台湾想想 这实际上 台湾人的事情 台湾人做主题得对 所以我想说 不得把他借名 为奥林匹区借名 体育改革来 极致 不得是一个很好的办法 台湾很多人都要推动 入联加入联合国 现在要从俄文开始 就是奥运先着手 我想体育界的专长 楊校长 以前是前体育委会主委 你觉得这个事情 走这条路可不可行 我心想 走这条路 我们可以看 1981年 所谓的奥会模式 那时候就是 中华台北 来代替我们中华民国 港名 国歌 就是用国旗歌来代替 另外一个就是 我们国旗就是用 奥运的武汉 加上梅花旗 那时候开始 很多人说 一个国家的名字 怎么会改造这样 结果那时候我们都说 跟八成说的 他说 这不是用国家的名字 现在奥运局里面 是用费名 费名 费歌 跟费旗 所以没问题了 如果这样说的话 今天照顧是 刚刚刚市长在说 按这个地方切入 它也没有去牵涉到 什么主款的东西 只要国内所有的人 不分男绿 大家就事论事 要为台湾这个名字 来牵手 我想我们表达出来 我想不管是2020的 东京奥运 还是我们的国际奥运局 委员会 他应该听到我们的声音 他应该会重新来思考 是不是让我们 来用 我们每个人 董营的这个名称 来重新入会 所以我们台湾 如果是公投这个案子 如果有过 要申请是 日本 因为两年后 日本要主办这个奥运 因为决定款有多大 有法让国际奥运会 不要插手 还是赞行去赞行 日本的台湾 如果支持 都有机会吗 我想今天想到的地方 就是说我们国内 大家要团结 把我们的声音 让出去 我们看最近这个韩国 是不是办一个东运 东运的时候 他们突然间很大时间 南北韩手 用一个半岛区 他也是这样完成 还跟进前1992的时候 这个荷兰 他也改名了 也是通过了 我想一个东西 当然是都很困难 只要我们有心 人真做 大家打拼 国家听到我们的声音 一定会站在这边 重新思考 让我们这其实就是 我们很好的一个机会 一个切入点 看起来这条路 有一些障碍要突破 但这是推动一个运动 不论是推药运动 还是我们说 推动一个运动 瓦动 本来就是要过五关斩六将 那么这个 如果要走公投这条路的话 那现在只是通过 提案的联署 后边还有什么流程 我能听到邀士跟你说 好吗 我简单跟大家报告一下 那个公投的流程 新版的公投法 在今年1月3号 从蔡英文总统公布施行 那要推动一个公投 其实大概分成三个大的阶段 第一个阶段 我们必须要有 1800多份的提案 提案的连署 就提案书 1800多份 那我们通常会准备 大概2000多份 因为中间可能有一些 会有效无效 那第二阶段 第一阶段过了之后 审核通过之后 开始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就分数就多了 最少要28万份 28万份 28万份 28万份也是一样的模式 它是要纸本 然后每个人签名 写上户籍的地址 那要有没有一定的时间以内 多久以前 有 这个东西是有时效性的 像我们公投的提案 是没有时效性 你要花多久去 去凑足这1800分 它没有规定时间 你一旦开始 1800分送进去的那一刻起 它就开始起算 一个马表 那么它中间 它都会审核 那审核通过之后 联署最长要六个月内 它就给你六个月的时间 但是我们的时间可能会更短 因为我们希望这个公投 可以跟年底的选举同一天举行 这样的话可以 让整个公投会更顺利 会更成功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回推回来的话 我们大概在八月底以前 因为为了要和选举同一天 选举是11月24 所以我们预计大概是八月底以前 要完成28万分的连署工作 那我们现在的状况是 第一阶段送件了 可它还在审核 而且它还给我们办了一个听证会 听证会 那听证会已经结束 在3月14号结束 那么可是现在到底 到这个目前为止 我们还没有确定 到底中选会的态度如何 到底是审核会过 还是不会过 那无论如何 你至少要找到 在下一阶段找到28万 甚至就是29万 超过了 所以我们会准备 要至少30万分 那算算了 应该有希望 很拼 我们要很拼 我们是乐观认为 是可行的 是做得到 那大家就一起努力吧 不过公投的门槛 其实也不是那么容易 因为现在的手法 也是有人说 要想你只是 如果不搭配选机 投票率 有时候我们过去 也是有公投的经验 其实都没有表达过 能够成功过 尤其在这种 比较敏感的 涉及到国籍 惠民等等 其实 它是困难度蛮高的 你有想到这个困难吗 我想这样 我们的这个公投法 的第九条有说 要建筑 电子系统的联数 如果这样就很简单 甚至 2016年 选百网也有几 76条也说这样 但是中选的都没有设立 所以我有在这里感觉 你怎么会信 电子联数 你会感觉到信任 有人说 可能去用做手脚 去用借去还是 电桌 比较没多灌票 因为你有identity 你如果在第2周 就把你累積住 所以 连那个 中选会前任的主委 也说过 这种地域 積兴人民的 时间 人力 和 兼费 也有 让人民 有议员 来参加 甚至 对各资 也有保护 他也说过这个 他甚至 他在那一年 2000 1000年的 理会 给新清文 给问一尊 他说 我们已经系统 建筑好事了 现在要发报了 但今天 这个 这个 公投法通过 他也说 他要不做 所以我有在这里感觉 我有感觉 政府的 管力 和人民的权力 距离太远了 政府有很大的 管力 人民的管理 很少 像我们 要求人民 要进义务 像入税 入税 入税 大家都知道 保税 都用那些 自然人平正 给你入税 给你开方便 准备 现在人民 使用他的管 管理的时候 会有很多 阻碍 所以我说 这实际上 违反的 人民做主的心神 所以我也 他在这里 较快的 去做 不过 真的没做 我说 30万 有个想法 很努力 我让信心 一定要给过 如果真的 最后要签拼 如果你们设定 是在今年的 11月 中续 就是我们在选 这个县市长的时候 县市议员的时候 合并来处理的话 这是一个目标 但是要让国人知道 为什么要用台湾这个名字 我看这个 杨教授 你也能寫过文章 也像过去的 整段历史 就是说 其实我们出外 去比赛 要用台湾这个名字 签过 那些国内有什么反对 国内有反对 国内有反对 国外普遍是什么态度 你听听听 我相信 我们台湾参加 奥林匹区里面 这个过程里面 中华民国 第一次参加奥林匹区 是在1956年 就在墨尔坡 我们是联合国 会员国 而且是常务理事国 之一 我们也没办法用 中华民国 国内奥林匹区 他说 你就是不能用 中华民国 所以第一次参加 我们是用 福尔摩沙 然后我们 一九五九年的时候 台湾在国内奥林匹区 去给人提名 名字是提名的 约翁 1960年的时候 如果我们重心 又申请立会 其实国人都不知道 1960年到68年 我们都是台湾奥林匹区 所以那是1960年到1964年 那是台湾 对 所以这个中华八年 都是台湾奥林匹区 对 所以三个就是 立金 罗马奥运 东京奥运 墨西哥奥运 我们都是台湾的名字 叫做台湾 但是那些东西是 執政的里面 对我们国内都说 我们是叫做 中华民国 奥林匹区 公司 其实没有名字 在国内是叫做台湾 奥林匹区 公司 那段时间 是很接受 我们叫做台湾 国际上很赞成 中华那时候 没有参加 那些东西 我们可以说 1960 70 其实 国内奥林匹区的 主席叫做 布伦达治 因为1952到1970 都做国际奥林匹区 主席 他跟台湾的关联 算得不错 但是他也说 国际 大家觉得 你中华民国 治权 不给予中国 所以他一直跟我们说 你台湾应该 要用台湾的名字 结果我们就 1968年的时候 那时候 所谓 把台湾 奥林匹区 抵掉 就要改成中华民国 这个ROC 奥林匹区 结果1968年 就在这个 墨西哥奥运会 结束了 的第五天 国际的这个 职委会 就通过 说我们台湾 跟他做ROC 然后1972 在慕尼 慕尼那时 我们就是 唯一 一次就是用 中华民国 用我们中华民国 国旗 和我们的国家 然后1976 在蒙特罗的时候 我们又同样 想说要继续这个模式走 加拿大 他是承办奥运的 他说你台湾都不行 到美国 美国奥林匹克的主席 替我们台湾 来到三天 那当时是美国的总统是福特 福特他也说我 替你学生 你跟他改名 就好 别说中华民国 你接受台湾 国旗 国家都不用变 结果我们的小时 回到台湾 那时我们的行政院长 就是中华民国 他说三部 三个都不可以改变 结果我们的三手 是都在美国 抵特利机场 都在美国抵特利机场 结果美国 好像台湾 就没有给你签证 我们抵特利机场 班师回朝 回到台湾了 所以1976就没有参加 1980的时候 是莫斯科奥运 莫斯科奥运的时候 美国是北革苏联 所以我们也带着走 所以1980就都没有参加 1984后就开始 就是所谓奥会模式 用中华台北 前一句话就说 福特总统 停我们停到什么程度呢 他说 只要在台湾 采用台湾 你接受 假设台湾还不接受 他说他要北革 加拿大的奥英会 所以我们停到我们 结果就是三部 时空环境的变迁 现在不一样 现在我们想要台湾的名称呢 国际上能不能接受 这个权力的来源 到底是国际奥会 国际奥会要经过 职委会开会同意 对 但是这个职委会里面呢 国际奥会委员里面 这个中国也有一席 也是很强势啊 是 困难也是在 我相信这个问题在台湾 只要是进入国际社会 不管是政治性的 政府性的 或者非政治性的 像奥运都会有这个问题 中国在全面性的打压 那大家不要忘了 台湾旅行法刚过 中国才扬言要做全面性的外交报复 所以说我的意思是说 跟这个其实 它变成是一个常数啦 中国打压台湾是个常数 那这不等于 我们台湾就要做以代彼 那我们还是应该要做 我们应该做的努力 那我们我相信这样的 举办一个公投 而且如果顺利完成的话 对国际社会 对台湾自己 都会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 跨出一个很重要的一步 那至于说进一步的 国际奥会内部的犯证 就是他们内部的政治问题 我相信这是可以被努力的 也可以被处理的 就是也不见得说 就一定都要听中国的 这个是台湾政府这边 包括外交单位 或者是各种准政府单位 民间单位 都可以共同努力 我用两个例 美国跟日本的例 在我们团队那时候 美国就设一个台湾官的法案 他不设中华台北关系法案 都给你叫台湾 都给你叫台湾 但是我们台湾 都自己的问题 我们设的代表处 叫做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 最近通过台湾旅行华 旅行华 整个AIT 台北的处长 Wilhelm Stanton 也说这顶封台湾是一个国家 我们这都有的条件 现在我整过去美国 跟台湾旅行华 他就要从台北文化 经济文化办事处 要给他证明 比如说 他叫做AIT 美国在台学会 台湾在美学会 都要做这个 日本断交一阵 他说日本交流博 但是我们 做一个名字叫做 亚东关系学 大家不知道在说什么 尤其是说中华台北 我有点想说 像台北人可以参加 可能我知道佛杰在台北 好像有事而已 主委是江华 我一台人 差不多不能参加 那很古怪的 所以 但是最近 日本也改做 日本台湾交流博 我们都对于人家的 家庭 改做 台湾日本 关系学会 所以问题是我们家庭 所以台湾如果要强烈 用公导的标识 我相信他们说 台湾就是台湾 用公导通过后 政府就越索烈 我相信 大家也 人民的生意 也要分担 政府 政府的 負担 我这是民主 所以要拿出 向IOC 去新建 说要放出台湾 大家一陣来 共同合作 来做LUV 用选 各国来给我们支持 好 这个国际奥运奥会 IOC 是全世界最高的 运动电堂 竞赛电堂 但我们常讲 运动应该是爱好和平 而且是热爱运动 都可以参加 但你会不会觉得 我想这个校长 您自己都担任过 体育行政工作 你也很清楚 他困难在哪里 这个国际奥会不会 甲肠的国际政治性呢 我相信这一定会有的啦 其实 一个国家要建国 还是要改名什么 都是很困难的啦 但是只要我们国来 大家有心 認真拼 一定都有机会的啦 所以这个名字 刚才说到 我们这个中华台北 这个名字 其实在1981年 准备选这个名字 国际有协商过程 有四个名字 让我们选 最好笑就是 我们去选中华台北 他在四个名字 就是第一个叫做 Chinese Olympic Committee -台湾 中华还是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 后面台湾 第二个同样 也是Chinese Olympic Committee -台北台北 第三个就是 台湾Olympic Committee 这个名字 就是1960到1968年 这八年中间 我们在国际奥会里面的名称嘛 第四个就是Chinese台北 今天问题就出在说 很奇怪 哪会这个台湾好好的名字 不需要去选 去选去台北这个名字 到现在我也是百思不解 这个问题出了 其实说起来 就跟我们人名字 虽然很多人说不应该改姓 不应该改名 但是我们现在这些要改的话 其实连护政单位都可以 只要你个人议员 那我们现在既然是会员嘛 那也是其中一个单位嘛 你自己说我要改改的名字 要改改的 就像我们自己如果 如果通过 照顾就要改改 那有很多人 别人说你不能改 所以还蛮说不过去的 那个我提一下 根据奥林匹克宪章 也就是规范这个IOC的 奥林匹克宪章 他们的宪法 第三十条就讲 国家奥会 就像现在的中华台北 中国台北奥会 这样的名称 必须要反映領土范围和传统 所以我们基于这一点 在理智上我们是非常 站得住脚 因为中华台北不是一个 任何一个领土跟传统名称嘛 所以最近也常闹到一个笑话 就是来自中华台北的高雄选手 像这样的一个 台湾人听起来真的是 他到底是台北人还是高雄人 还是哪里人 都不知道的一个笑话 所以我觉得这个 讲是讲笑话啦 其实蛮难过的 也对我们台湾的选手 是一个尊严上的 我认为是一种羞辱啦 这也是我们一个 一定要证明的原因 至少如果我们全国通过了 这个公投法的话 那全世界都会听到我们台湾的声音 而且正式跟国际上发声 刚才说到 我们市長就说 日本的台度很友好嘛 很友好 因为日本 我知道这个 大家有个方面 像说现在的奥会 筹备会的主委 就是母力 情收集 他当然说很当情 要赞行台湾改造台湾啦 日本是主办公 我相信法研馆会比较高 但是他主委 做一个主委不能提议 如果有提议 一定要来讨论 要他来运作 给我们帮忙 给我们帮忙 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个机会 不做啦 但想做 如果公投有通过 在公投 如果有五百万代表通过 政府这个声音 政府就有结议 提出新政 有法律的有所谓 全世界有听到 台湾人的心疼 如果看到台湾人 台湾人的这种意愿 我相信这个英雄的国国的台湾 自从我们这个公投法修正之后 现在这个版本呢 门槛降低了一些 所以不会像以前那种高的不可攀 门槛比较稍微 在通过上是比较容易 但是这里面有一个就是说 必须是一个重大政策的 创制或复决 这样主委 签告你 有可能 会不会被中选会再认定说 这不够重大还是怎么样 有可能用这个案例 有说这不能成案 因为现在心情要改变嘛 所以你应当也是要 戒身恐惧要进行这个事情 刚才主持人提到说 是怎么要证明这个问题 其实我1994就都开始 带队在比赛世界各国 请你去台北 外国人常常问问 什么叫请你去台北 你跟他接下来整部 他都听不懂 到后来你说台湾 他说我死了 我死了 爱死了 就知道 所以他说 请你去台北 最近几个月前 我一个董事夫 带队去跟中当 去参加比赛 中当的人也问他 你怎么用 请你去台北 他说我地道 地理的地球里 都看不请你去台北 这个名字 他说叫做台湾 他说他也说 就是要死了 我知道 今天很简单 就是说 我们怎么要自己困扰 自己 扔我们的名字 就走出去了 我想这些名字 对我们来说 很重要 这是一种尊严 还有我们一个国家 一个租款 一个标识 我带队 近两十年里 每天我说 三十年 去到当中 领中 我看他们都累了 外国人 都很欢迎 全世界IOC里面 2006个会员国 只有一个不是 国家的名字 就像我们台湾 并且是台北 是为了一个这样 其实如果要改的话 我们这个证明 也就是说改成台湾的话 这要西可能要请教了 因为你也要负责网路行销等等 这里面其实要改的 可能要搭配 因为你既然叫台湾 你那个旗子 那个奥会旗子 观众朋友 你应该还记得 白白的底 然后就弄个梅花 然后是徽章 对 那也没识 是不是连锅 什么都要带 其实理论上 是应该要联动一起改 但是我相信这个 在证明如果公投通过之后 这个会顺理成章的发生 那我们因为基于运动的聚焦 我们就名字为主 因为其实要改 一定是联动的一起改 不可能说 你改了台湾之后 还是用车轮起 年轻人叫车轮起 因为国民党党会 在上面 那我们 那个是一定要 一定要联动要改的 但是说实话 那个要改 名字改了 那个要改 就一定很容易 就是会连带的 就是可行的事情 因为名字会是最核心的问题 嗯 刚才说到这些 我带来又补充一项 这个协议什么会都可以改 我们1981到IOC 签那个所谓中华 台北这个模式啊 结果国来的人都不知道 百分之九十九点到的人都不知道 其实1983年 我们在里面 刚才说的歌的名 我们是国旗歌代替国歌嘛 1983年的六月缺一 国际的这个职委会通过 台湾改歌诗呢 明朗里同样 你听的是我们的国旗歌的明朗里 结果里面的歌词完全改变了 你知道吗 我说几句 给大家观众听 第一句就叫什么 奥林匹克 奥林匹克 无分宗教 不分种族 为促进友谊 为世界和平 五周青年 继绘奥运 哪一个国旗歌去改 这种奥林匹局 这种名 对吧 这种我们不是政策 这是国家过去错误的政策 一定要改啊 这账名是最重要的 佛政事务所 每天常常有看到 改生改名 一直觉得我 可以 我这世人 觉得这个名字最好 今天台湾只要2千3百万的人 大家觉得我選得是台湾最好 我想这个政府 应该要听民意的意志 来做外交的工作 要临近来做 就是现在距离到这个8月份 这事实上也剩下差不多5个月吧 对 差不多5个月 可能还不到 那这要拼全民 因为第一关是我们自己 不要说外国怎么样 我们第一个先在台湾 自己要自己有共识 那这个共识 今天听大家讲 觉得应该观众都很能感同身受 就是大家都要知道 大家都要知道 他们才会去标准嘛 所以说起来不是30万分的问题 你刚才是那个目标都已经要多少万 我想我们知道这是最大的工作 要拼了 所以这月 我们有结合20一个社团 NGO 作为共同 任同这个疑地 很重要对台湾 所以大家分工合作在做 有20一个团体 我想会继续 继续大家加了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我看民调 大概差不多9% 占星用中华台北而已 所以这个 台北的民意就是 你们有分社会 什么9%的人 占星中华台北是什么人 有分社会 可能较难的 我相信较难的 所以大概是这样 所以我们有这个基础 所以我一个 所有台湾人人 任同证明 为奥林匹开始的人 大家认真来推动这个工作 通过 让我们第二个民间 可以通过 要比到 今年公投的议案 还有五百万来 赞行 通过后 就表现台湾人的国心 台湾人的 让国际 让政府 感觉有 政府 提出信息 那当大家 政府和民间 都能贴力 做他们的 后盾 大家来努力 各国 来 游刷人 来 让台湾 加密的运动 必须打出一波 确实这是一个 当务之急 我觉得这 今年听起来 就是会很快的 就是成为公民运动当中的 很多人 热切讨论的议题 因为这是八位 就是一帆两顿眼的 知道 再过一关 再过一关 那么 总要有一些步骤 我想今天在这几位 都是蛮核心 推动这个活动 很核心的人 再来 美朗先生 我听郝典 你的策略是什么 我想这最重要的 要是我们国内 大家要 节悟 要了解 这个名字 根本就不是我们的名字 但是国内 有一部分人 很奇怪 如果说要责名 就把你抢核 说你如果去台湾 你时高的名字 也没有去 有的 主持人你回想 2008年 北京的省委本地 要来台湾 后来我们的政府 就评估起来 如果我们台湾 可能社会 这里面也不和谐 所以到后来 决定就没得来 没得来 消息一出来 就有些人说 我们奥林匹区的这个 这个民 这个会籍 会去用储民 会安 就要在那里抢核 然后 我们现在看到 有些人 他在说这些账名的问题 都说一些账案 我说他说账案 都是表准的 没有账人的错误答案 其实奥会宪章 我按头 看到没 按后边看来到头上 都没说到 你不可以改名 都没说不可以改名 所以有人外面在说 你再捕下去了 捕到买 捕到买 我们不能参加2020的博文 会这样吗 对 就是现在我就 刚才说就是 他们这些人就是都 標准的一头 每次就这样说 2008北京省委会没得来 他就这样绑了 这次就是说 台湾要证明 就开始又这样绑 我说没这种事情 国际奥林批克 那个委员会 他只注定一个公平公正公开 上次他就说这句话 联合人 联合人都不能受到歧视 所以我们台湾 还是中华民国 让人变成中华台北 这些什么人 就不是IOC 叫你用这个名字 这样是不是受到人歧视 所以那个国际奥运现场里面 他是站在所有的 全部的人 的这种尊严 在说这件事情 这是不能歧视 我补充一下 但是如果书师兄 说的 因为这样会去败习 参与的管理 和参与的机会 如果这样真的是 1976年 中国经国爱护政府 那时候南北让我们参加 我们就要拿出来 因为三部政策 所以他爱护这个 是 邀心你是这个 这次行动的 这个行动小组组长 最有行动力 那你现在 再来的时间 你要怎么处理 我这部分的话 主要还是透过网路 我们透过粉丝专业 网站 那因为受限于中选会的 其实可以说是赌值 刚刚市长有提到 张市长提到 他的网路平台 还没有做好 依法应该有 已经做好才对 那我们 可是我们还是尽可能的 透过网路去 至少把这个消息 让更多的 尤其年轻朋友知道 那我们会透过 他还是要指本 他最后连署 还是要指本 所以我们会透过 那个背面 可以让大家 免油 免油脂 直接填完 丢油桶 我们就可以收到 这样的方式来 来增加那个我们的回收率 就争取到连署书的 这个可能性 嗯哼 台湾在积极参与 国际组织当中 其实入联 意思是我们很重要的一项 可是现在眼看的是 2020的东京奥运 参与 就是说用台湾的名称 参与奥会运动 似乎又比这个入联 更能够立竿见义 也就是马上 就要可以看到成果 推动这个运动呢 照说可以 理想上是可以 比较降低他的政治敏感度 是 然后大家可以快快乐 去参加一个比赛 那么天时地利人和 在这一次的考验当中 是比入联 又稍微更近了一点点 但是我们不管怎么样呢 我想国人应该 不要放弃机会 即使是现在热门的 所谓的南北韩啊 南北朝鲜啊 他们的共同分裂了几十年 也到了1991年 才变成了联合国的会员国 也因此呢 我们所有的campaign呢 现在的就是这些 要处理要投身的这运动呢 其实都是非常有机会的 那我们拭目以待 那希望各位持续努力 谢谢 我们谢谢观众朋友收看 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我们下周的分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